i like radio 中廣流行網 北台灣 南台灣 澎湖FM 103.3 台中 南投 東台灣 102.1 竹苗 102.9 雲家 103.1 土裡 107.3 金門 96.3 我是豆子 嘻嘻哈哈跟你一起嗨翻天 就在i like radio i like i like i like 喜歡 我喜歡 i like i like i like 喜歡 我喜歡 i like i like 适合 玩樂 i like i like 不死亂張 i like 103 i like radio 喜歡 我喜歡 i like i like i like I like Radio 那You and Me 午夜我和你 不怕你 哇嘎嘞 好的 也欢迎中广线上听的朋友 同步的加入啊 那当然其实收听我们节目 或是收听我们电台的方式 除了有传统的收音机之外呢 大家也可以到中广的官网 去线上收听 也是OK的 或者是呢 大家如果在外面行径当中 也想要听到我们的电台 我们的节目的话呢 欢迎大家手机 下载中广线上听的APP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哈 拜托大家 每天晚上的10点钟到12点钟 请帮本节目冲一波 在线上收听的流量 拜托 求求 好啦 因为有些人就是 还是比较习惯传统的收音机 那有些人呢 其实现在身边没有收音机 那最快能够直接收听到 我们节目的方式 就是下载中广线上听的APP 你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哈 本节目所在的位置 是中广流行网 请不要点错频道了哈 拜托大家 每天晚上10点钟到12点钟 请帮本节目冲一波 网上收听的流量了 好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今天是星期四哈 所以说在今天第一个小时 会有来宾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连线到了这位来宾呢 其实是来自于新加坡的一位 创作型歌手 他其实今年年纪还很轻啊 他今年年纪才21岁而已 可是听说他接触创作这件事情 是在他大概 大概我们国中的那个年纪吧 初中的年纪哈 13 14岁的时候 其实他就已经开始在 尝试创作一些歌曲了 那么甚至于呢 在最近他所推出的这些单曲当中呢 还真的有一些 是他在这个 那个时候 就是13 14岁的时候 创作了歌曲 好 这位来自于新加坡的创作人 他是谁呢 他的名字就叫做陈耀威 那年纪轻轻可是呢 感觉起来 他的声音 他的音质蛮超灵的啊 于是乎呢 到现在为止 他推出了三首的单曲 三首都几乎是 抒情面向的歌曲 当然在未来的这个 他的作品当中 会不会有一些 比较快的歌曲呢 我不知道 但起码现在呢 他刚刚来台湾 发行这些单曲 都是以抒情歌曲为主啊 那其实也是啦 他的音质 比较适合唱抒情歌曲 所以说呢 就常常会让我在听到 他的声音的时候 会有一种错觉 总觉得这个人 好像已经是 你知道就是 成年的熟男 而且是经历过一些 风风雨雨的那些熟男 你知道吗 但事实上 他今年才21岁 好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我们就来访问这一位 来自于新加坡的 创作型歌手 Eldo 陈耀威 在今天第一个小时 陪我们来聊天 以及来听听 他这三首歌曲 到底三首歌的背后 唱了哪一些创作的故事呢 今天第一个小时 来跟陈耀威聊聊天 好的 两个小时的节目 请你现在开始锁定 今天晚上的 Midnight You and Me You got it 一起在这美丽的夜晚 释放灵魂 解放火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收听 由豆子主持 哈哈 Midnight You and Me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 要为大家访问到的是 一位歌坛的新人 那这位歌坛新人呢 现在年纪很轻 因为是用视讯连线的关系 所以是我刚才一开始 是先看到他的经纪人 那你知道就是像我们这些 年纪稍长的男人 一开口就是会有一些 543 但没有想到 镜头一转 他在旁边 我想说 我们是不是讲了太多 543被他听到了 我们要带坏小朋友的意思 他之前呢 这位创作型的歌手 他的名字叫做陈耀威 Eldo你好 哈喽 豆子哥好 没带坏我啦 我刚刚成年了 我没带坏你啊 刚刚过了21岁 你本来就很坏了 哈哈哈哈 好啦开玩笑 开玩笑 OK好的 所以说呢 这个来自于新加坡的 这位创作型歌手 Eldo 陈耀威呢 我先可以先请教你一下吗 你现在人所在的地方 是台北还是新加坡 我现在在新加坡啊 就来不了台北啊 很想来到台北 所以你已经很久 没有来台湾了是不是 两年短 最后一次是2020年 那最后一次去的时候 其实是第一次 OK就是上一次去 就是到目前为止的 最后一次 对 然后那个 这一次回新加坡之后呢 全球的疫情就开始大爆发了 变成说 你再想念台北的美食 你再想念台北的朋友 也已经两年都没有吃到 没有见到 对 都没办法 所以你那个时候 到台北来停留多久啊 那个时候 那时候有住一个月吧 住一个月 然后 一个月就来上课啊 去跟威威老师上课 是是是 然后那个在台北 就狂课美食 狂吃东西 对不对 狂吃鸡排 哦鸡排 你很留念鸡排是不是 对啊对啊 我就是去到台北 就是每个品牌都有尝试到这样 可是新加坡没有鸡排这种好东西吗 有啊 但是跟台北的不一样 那个口味有点不一样 有没有觉得台湾的鸡排是很敢炸 有没有 就那个粉 粉加很多 有没有 然后炸就很奇怪 就是很好吃 感敢这样炸 对不对 对对啊 怎么办 那时候天气也是凉凉的 也是很爽 吃鸡排的时候 天气凉吃鸡排好爽哦 对啊 哎呦都是疫情啦 害我们陈耀威没有办法吃鸡排啦 真的是 所以现在啊 我们这些人啊 就是这些在台湾的朋友啊 就唯一能够抓住陈耀威的 大概就是台北的美食 对不对 OK 然后不过说真的 我觉得这个到台北来 其实还有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因为自己现在在开始 做音乐的关系 所以说希望更多的朋友 更多台湾的听众朋友 能够听到你的音乐 是你最开心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对 就是要来到台湾 跟大家见面 唱一些歌 了解了解 所以说你自己本身 就是自己私底下喜欢唱歌 对 喜欢 自己 其实在新加坡没什么机会 也没什么机会表演 哦 了解了 其实某部分来说也是因为 第一个是新人嘛 对不对 那有很多的机会 是才刚开始培养 然后第二个呢 就刚好你出道了这几年 全球的疫情大爆发 就变成说 其实有很多可能原来就讲定的事情 原来要发的东西 没有办法在这一两年施展开来 是没办法 所以某部分来说 陈耀威也是这两年蛮悲惨的哦 怎么会这么刚好就刚好遇到疫情 有没有 应该是全世界的人 怎么会蛮悲惨的吧 是是是是 但还好你是有成绩交出来的 在全球都这么低迷的时候 你还有三首单曲出来 三首 不错了 对 谢谢 对不对 OK好的 所以说 对所以说其实 现在有三首单曲 是你目前为止的成绩嘛 对不对 对 那未来有想要往专辑啊 或者是 其实三首课老实说 已经可以发一张EP了耶 对啊 EP 但是自己想发一个专辑 年尾就想希望能发一个专辑 心里面有想法了吗 对于专辑 对啊 对啊 有一些想法 就很多很多歌写了也觉得可以放在一起 就觉得可以讲一个故事这样 哦 你是喜欢你是喜欢说故事的人就对了 对对 哦 因为其实我写歌大多数都是看戏的时候写出来 所以很多很多时候歌 我写的歌都是有好像有link的 所以你是喜欢看剧的小男生哦 对 就喜欢看 以前很喜欢看王家卫的 王家卫的 王家卫导演的作品这样子 对 就连拍MV的时候也是拿他的戏来做灵感这样 当个范本的初想这样子 对对 哦 了解 所以说其实那个会喜欢追剧 然后呢又会做音乐的话 就表示说你在唱歌或者是你在创作的时候 其实脑海当中的那个画面感要很足够 对不对 嗯 就是用画面来来抒发情绪 嗯 了解了解 所以说其实到目前为止呢 我们听到Elder 陈耀威的这三首单曲呢 其实都是以抒情面向为主啊 那在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 我们就先从陈耀威 其实这三首歌来说按照顺序的话 应该第一首跟大家见面的歌 是寻寻觅觅对不对 对 寻寻觅觅 所以说寻寻觅觅也是因为看剧的关系 然后才有了创作灵感吗 对 其实寻找秘密就是 看那个重庆森林 里面的那个 我忘记那个演员的名字 那个梁朝伟跟王菲 对对王菲 王菲的那部戏 所以重庆森林 应该不是你年纪的东西 但是现在很多东西 都可以在网路上看到 所以说上这种老东西 不管是老电影 老戏剧或老音乐 其实你也蛮有兴趣的是不是 对蛮有兴趣的 他们可以存在这样久 也是有他们的一二零 这个蛮妙的 就明明年纪还很轻 生理年龄才21岁这么年轻 然后就是满满的老灵魂 也是很难得的一个人 好既然讲到了这首歌曲 我们就先来听听看 因为其实陈耀威 自己本身的声音特质 这个戏剧感就有点重 特别是像这种偏美感的东西 我觉得陈耀威的音质 还蛮适合诠释的 来听听看 这是他在最近这一段时间 连发的三首单曲当中的第一波 来听听看 在声音当中 有没有那么一点点 王家伟的色彩在其中呢 这一首歌曲歌名就叫做 《寻寻觅觅觅觅》 迷失在海洋里 漩涡里多少挣扎 少了谎言声令 抓不住的失去 展示URE help 推入未来的海与 前所的我解密 别嚴益 违远藏在室美里 寻寻命迷 离我爱情 没换名的离 谁想念 谁就离去 让眼泪绝离 I was never meant for love for love We were never meant for love for love I was never meant for love for love We were never meant for love for love 因害怕而分离 上了爱的家就是天宇 我寻伤害的言语 无意拥抱了残忌 虚似秘密 难得相爱 难得相亲 愿意尽 任何离 泪水 不决定 I was never meant for love for love We were never meant for love for love I was never meant for love for love We were never meant for love for love I was never meant for love for love We were never meant for love for lo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Zither Harp 喜欢我喜欢 I Like I like I like 喜欢我喜欢 中广流行网 你所收听的节目是 Midnight You and Me 我是豆子 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 连线访问到的这位是歌坛的新人 他的名字就叫做 Eldo 陈耀威 你好 哈喽 豆子哥好 大家好 我是Eldo 陈耀威 其实陈耀威刚才有不小心得罪我 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嘛 好的 那因为是广告跟听歌的时间 所以大家不知道 因为刚刚私底下发生了一件事情 新人嘛 上通告就难免紧张啊 然后刚才呢 这个一进歌 就是一进那个寻寻觅觅觅的时候 让我们私底下就沟通一些事情 然后他就很紧张的问我说 肚子哥 你觉得我刚才表现怎么样 其实我本来是要夸奖他的你知道吗 但他因为发音不标准 然后因为他就是 不小心把豆子哥念成了肚子哥 我说好的 今天可能就是我们最后一次的访问了 不好意思 以后你就会被本节目封杀 你对一个中年大叔说 肚子哥你有没有礼貌 你这个新人 你会不会做人呢你 OK 好啦其实 不敢不敢 不不不不 其实陈小威是好玩的啦 而且是真的很在意通告 或者很在意自己的每一个宣传行程 所以说他才会很担心的问说 豆子哥我刚刚表现的如何 那我说说我的观察好不好 好 你中文是不是有进步了 因为我跟 我稍稍做了一下你的功课 我稍稍做了一下你的功课 你大概譬如说前一个月或前两个月 做的一些访问啊 那个时候其实我不晓得是不是 因为才刚刚接触到台湾媒体的关系 你或许有些紧张 那或许中文就真的没有那么的顺畅这样子 可是我刚才访问你 我觉得你中文说的是顺的啊 所以说其实是真的有感觉到 自己是有一些进步的是不是 因为是豆子哥的关系嘛 豆子哥 自己努力就自己努力 这功劳不在我的身上 是你自己够努力好不好 所以说其实现在 所以说现在上通告 有没有觉得比较不那么紧张 如果比起上一月来说的话 但是还是会有小紧张啊 就觉得自己的发音有没有正确啊 还说话的时候会不会顺啊 可是 其实还是 你那么觉得还蛮好玩的 就是透过上通告 然后跟一些主持人 或是一些记者朋友 他们的聊天当中 去介绍自己的音乐 其实也是蛮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 对啊 但是有时候会觉得 如果我说话的时候 一直要想说什么的时候 就说不出来 有点 有点 不开心 这样 我跟你讲 我现在真的很希望那个什么 很希望疫情赶快结束 疫情一结束 你就可以赶快飞来台北 飞来台北有太多好处了 第一个 立马可以啃到鸡排 有没有 第二个 你在台湾的环境中 一定常常可以 可以学习到 比较台湾腔的中文嘛 对不对 然后可能跟我们这些朋友聊天 就可以比较 有多的机会练习 对不对 然后第三个 然后来台北的话 或许会有一些演出的机会 然后来台北跟很多的 新的听众朋友做朋友 也是不错的一件事情 对不对 因为在新加坡 大多数都是用英语来沟通嘛 所以说中文的时候 有一点不习惯 有时候 所以有一点不顺啊 发音这些 都会 不比台湾人的还好 多期待你赶快 你快来 我们这边有大把大把的鸡排 在等着你 有没有 好 但事实上其实 Elder有说到一件事情 大概一两年前呢 他其实那个时候 就已经来台湾了 那那个时候来台湾 其实是做了一些 所谓在进入歌坛之前的准备 不管是上课也好 或是受训也好 那你记不记得 在那一段 这个训练的过程当中 因为其实我觉得 要培养一个新人 其实不是很容易 因为有太多的东西 是必须要学的 学习怎么去创作 学习怎么去面对媒体 学习如何在录音室里面 展现最完美的自己 这样子 那在这么多的训练的环节当中 你自己觉得最难的 最不容易突破的 是哪一个环节 你觉得比较困难 我觉得在 应该是在访问的时候 我是最 最差的一点 因为我说话的时候 就比较慢 就很难 很难跟大家好像 说我的 里面脑海里想的东西 就很多东西 就出来 这样子 就说不出来 你经纪人叫小杰哥 对不对 你有没有发现 就是你的经纪人 会答应这个通告 有点莫名其妙 因为明明 就是 我就是一个 讲话很快的人 他讲话很快 然后还要访问你 然后不会 这样不会间接地 害到你吗 害到你越来越 害怕上通告这件事情 但是觉得 给你访问的时候 蛮舒服的 其实刚开始 有一点小紧张 但是 后来就 慢慢 比较舒服了 我现在让你舒服了 是不是 我现在让你觉得 一种 哦哦 Kimochi的感觉就对了 是不是 他自己说 他自己说 我是顺了他的话说的 他说舒服 他不就是Kimochi 哦 Kimochi 不是那种 哦不是那种Kimochi 哦 是气氛很舒服 对不对 对对 了解了 你很难想象到吧 因为平常介绍 陈耀威的歌 都是情歌为主 就是他唱歌好深情 他那个情绪 就非常非常 深度很深 你知道吗 但没有想到 私底下的他聊天 其实还蛮 还蛮像林家南海的 你还蛮好聊的嘛 你啊 是吗 你说中文不好 但是今天你知道 就是废话也废话了 一大片了 只会说废话 没有啦 还是有介绍到音乐 没有 OK没有 重点是 让你觉得上通告 不是这么困难的一件事情 我觉得就够了 对不对 就是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上通告 因为大家其实 知道你是一个 很认真的音乐人 大家都会 用尽全力来帮助你 这样子 好 多加油好不好 谢谢 OK好的 刚才听了寻寻秘密 那么接下来呢 想要跟大家来分享 这首歌曲 也是陈耀威自己的歌 就叫做释放 那其实释放这首歌 我听说这首歌 创作的背后的故事 是跟你的家人有关 是不是 对 我在14岁的时候 写的一首歌 因为当时家里就 爸爸就去世了 所以就想写这首歌 抒发感情和 帮助妈妈跟姐姐 把感情都释放出来 是是是 因为其实某部分来说 在那一段时间的低潮 其实会累积很多的负面能量 那真的必须要找一个时间 或者找一个地方 找一个出口 释放出来 所以说你就写了释放这首歌 对不对 对 所以这首歌 其实有一点苦衷带甜 所以你年纪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在创作了 你14岁就开始在创作 还是更早 13岁 正是开始是13岁 那个时候怎么会开始创作呢 因为刚那时候本来是跳舞的 但是是学习跳舞 但是遇到一个老师在 就是在上那种写歌的班 那种group的班 就一群人一起上了一堂课程 那在里面写了几首歌 就觉得蛮好玩的 那后来那老师也是有 有找他就学习怎么写歌 就张思儿老师 张思儿老师 是是是 对对 后来就一直写 写到现在 就是一创作 有创作出一些兴趣跟成就感出来 所以说才会觉得说 音乐这条路 其实是你想要做的事情 对不对 嗯 OKOK 然后现在真的也在多年之后 就是在21岁的现在 真的慢慢开始有一些自己的成绩 自己的录音室作品出来了 我个人觉得很不错 多加油 好不好 谢谢 OK好的 所以说呢 讲到这首歌 我们就来听听啊 这是陈耀威的另外一首歌曲 虽然是有点苦 可是呢 到后面呢 其实还是会有一些正能量 这首歌就叫做 释放 我的世界 和诗篇的灵暗 你拖着心里 忐忑不凡 每一步 距离与寸寸被拉长 你的人生 有各种选择 奔向了梦想起爱情一场 难道我 没有让你 成长 你飞翔 某人远方 平静的不安 心装 渐渐缩断 而被云隐藏 是否彼此在 方方路上 虽然不能陪在你 身旁 勾勾手 我们各自坚强 释放了在地球的南端 星星会带走你的不安 我会以往 黑暗中永远 得贪亮 是否彼此在 几次在凤凤路上 虽然不能陪在你 身旁 勾勾手 我们各自坚强 释放了在地球的南端 星星会带走你的不安 偶尔遗忘 黑暗中永远的灿烂 在今天我们连线访到的是来自于新加坡的创作型歌手 他的名字就叫做陈耀威 那当然其实陈耀威 大家从刚才的访问就大概去摸他的一些些的性格 从讲话里面 可能有点害羞 然后也可能 可能不太会做人 那为什么不太会做人呢 因为你又发现就是 你跟经纪人是不是处得不是很好啊 我发现你们经纪人一直在找你麻烦 比如说刚才不听到那首歌叫释放 释放对不对 释放是有拍音乐录影带对不对 对对一个MV 然后在音乐录影带里面你做了什么事情 去剃头啊 他是把实境秀搬来音乐录影带里面吗 就是你在MV里面剃头啊 对因为我觉得 好像剃头这个举动 就好像释放的感觉 就觉得自己要勇敢一下去 为艺术牺牲 所以说不是 所以说不是因为你得罪了经纪人 然后经纪人想一招来整理这样子 然后就以工作之名然后整理 然后让你拒绝不了这样 没有啊 他对你还是好的就对了 对对 我想说要会做人嘛是不是 没有啦 他们合作一段时间啦 很有默契啦 只不过有些时候是为了作品好 因为音乐录影带对于现在来说 其实也是整个作品当中很重要的一环 大家有听觉之后 有那个视觉的辅助 你就会觉得更容易进入到那个歌曲 或者是创作的那个原本创作的思想里面 所以说其实剃头那个感觉就是有点像是 释放心中很多很多的一些 因为人家说三千烦恼丝嘛 那那个就好像是有点在释放杂念的感觉 对不对 就是那个概念 所以现在我看到的你的头发的强度是还在处于一种生长的尴尬期 对 非常尴尬 可是还好啊 你有染头发 染成金毛 就觉得还蛮有心的一个男生 就觉得很尴尬就马上就染颜色 所以本来没有染是不是 没有染 是最近染的 有心有 人帅有才华什么都好 哈哈哈 好 这是释放这首歌 大家可以在这个就是网路上面 包括YouTube 或是他的这个官方上的一些相关的社群平台 去点他的音乐录影带来看看你就知道我刚刚在说什么 那另外呢 其实在最近这三波单曲当中 还有一波单曲叫做单人房 对不对 对单人房 我听说单人房的音乐录影带也是大成本大制作 拉到了国外去拍对不对 对就是到了墨尔本的一个沙漠 是是是到了澳洲去拍对不对 对澳洲 了解了解 所以欸你们是什么时候拍的 就是4月底这样就最近去的 疫情这么严重欸 哈哈哈 哈哈哈 你们真的是为了自己作品好 有很多东西就是啊 好啦 好吧 就算是有点害怕但还是去做了这样 对 大大牺牲这样 没有啦 欸为什么为什么会想到澳大利亚呢 因为之前我是在墨尔本读书的 所以我想在那边的沙漠 跟我的以前一些朋友 一些混艺术的那些朋友 一起在在拍一个一个摄影这样 哦了解了 所以跟你其实是有一些连结的 因为自己之前有一段时间是在那边成长 对不对 对 所以很想到那边跟那边的 我以前合作过的跳舞老师 还有师傅一起拍一个MV 欸所以你看你又会创作 然后又会音乐又会唱 然后又会跳舞 所以其实你算得上是如果真的要训练成 所谓的全才艺人的话 你是相当有机会的耶 对不对 是啊 但是我觉得长得不够帅啊 真的 不是 你们为什么都要觉得说自己帅不帅 然后这件事情就好像取决自己的成败呢 有实力决定一切啊 不是吗 欸拜托现在 好啦 我没有在任何侮辱你的意思 你不要误会 就你看看 在国外 特别是西洋 西方 有多少的那一些 你现在看起来觉得很荒谬 譬如说很胖啊 然后很不会唱啊 但他们都沉 他们都闯出自己的一条路 其实没别的就是第一个有才华 第二个有自信 对不对 嗯 所以说这样的一个自信心 或这样的一个实力 是可以慢慢的培养跟累积的 特别是 你自己底子又打得 打得算不错啊 是不是 嗯 对 就应该 慢慢来吧 不要害怕 不要害怕 希望以后 不要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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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会好好照顾你好不好 对 然后不要得罪经纪人一切都好 好吗 一次要把经纪人扯进来 想说干他屁事 OK 好的 所以说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听听看哈 在这个三连发的单曲当中 他的另外一首歌曲 其实这首歌 特别是在这个ending的时候 他唱的好深好沉 那个编曲都已经消失了 他一个人还在那边呢喃 那你很难想象到这么深沉 这个情绪这么深的一个声音 他只是来自于一个21岁的小男孩而已 这样子 所以说诠释的很棒 这首歌就叫做单人房 那大家如果想要去知道 陈耀威最近的一些新的动态 或是他的一些有关于生活 或者是这个做音乐上面的感想的话 你有在经营社群平台 对不对 对有在IG 可以在IG找到我 Aldo Tasbur A-L-D-O-T-A-S-B-U-R 你可以再念一次 我怕大家听不清楚 来 怎么搜寻你 在IG上搜寻 A-L-D-O-T-A-S-B-U-R 大家有听清楚吗 也是啊,也是有啊 而且新加坡吃到的東西 好懷念 很多台灣的朋友都很喜歡吃 還有肉苦茶 也不要羨慕人在台北的我們好不好 你們也是有我很想念的東西好不好 下次我帶過去 會做人了齁,開始會做人了齁 好的,再次謝謝Aldor陳耀薇 節目最後就來聽聽單人房這首歌 謝謝陳耀薇,謝謝 謝謝豆子哥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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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首歌怎么唱都会晚 每当初期有陌生 The direct find in my tiny The little simple life The tiny little simple life 把眼睛关上才展开 你不在无处不在 追踪爬满了青带 是长大海黑和白 往后的日子很长 互相保重 不到平安 却忍不住在想 又在想 假如我比当时坚强 永远 我比当时坚强 at the little simple life 中国广播公司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